嗨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阵剑 今天星星给大家带来的是由施瓦辛格和沙朗斯通主演的科幻惊悚片《全面回忆》 这个故事发生在科技全面升级的未来时代 人类不仅实现了星际旅行,还成功发明了记忆移植技术 当星际旅行和记忆移植被编织在一起时,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我们还是先来看片 男主角道格是一名生活在地球上的矿工 他经常被一个相同的噩梦困扰 梦境中,他和一个陌生女人去到了火星,并暴毙在火星恶劣的环境之中 道格对此十分困惑 他自己从未去过火星,为何会反复做起相同的噩梦? 梦中的陌生女子又是谁呢? 妻子罗莉知道道格一直被这个噩梦困扰着 他总是有意地引开道格的注意力,希望他不要沉溺于火星明梦之中 但是呢,这个噩梦仍然萦绕在道格心中,回之不去 这天,道格在地铁上看到了瑞克公司的广告 他们可以通过记忆移植的方式,为客户提供火星旅行服务 这项服务不仅简便快捷,而且价格实惠 一直被火星困扰的道格忍不住动了心 他来到瑞克公司,咨询记忆移植服务 公司主管向道格介绍了记忆移植的种种好处 还向他建议,以另一个人的身份完成这趟奇异之旅 道格在几个选项中,一眼就相中了间谍身份 这个身份意味着,接下来的旅程可能极为伤脑 主管将道格带到了隔壁的操作室 女技师为他执行了麻醉 还让他选择了理想伴侣的类型 接着便开始了记忆移植手术 让人没想到的是,手术进行到一半就发生了变故 道格突然从手术中清醒 口中还一直念叨着有人要来杀他 情人合力之下再次将道格麻醉了过去 主管以为道格已经进入了火星间谍的角色 然而女技师就告诉他,记忆移植根本还没有开始 所以唯一合力的解释就是,道格本来就是一名火星间谍 只不过他被人清洗过记忆 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何道格会一直梦见火星 因为与此相关的记忆还残留在潜意识之中 主管害怕自己惹上事端 决定洗掉道格过来公司的这段记忆 之后便将他送离了公司 道格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坐上了机器人驾驶的出租车 对于之前的事儿一点也不记得了 出租车将他送到了公司 同时过来询问他,瑞克公司的服务如何 道格却一头雾水 他根本不记得自己去过这家公司 就在道格打算离开的时候 同时就伙同另外几名壮汉绑住了道格 还说道格泄露了火星的秘密 因此要处决掉他 眼看情势危急 道格却突然伸手爆发 一连干翻四人 从这番伸手来看 道格似乎的确是一名间店 解决同事之后 道格回到了家中 他向妻子讲述了今天发生的这些怪事 接着便跑去清洗身上的血子 等到他从卫生间出来时 却突然遭到枪击 好在道格伸手不凡 很快便致服了枪击者 他打开房间灯泡 这才发现枪击者居然是妻子罗莉 在道格的逼问下 罗莉说出了让人震惊的事实 原来他根本就不是道格的妻子 而是火星情报局派来执行监视任务的特工 道格原本的记忆已经被情报局洗掉 和罗莉相关的记忆 都是后来被执入的假记忆 说出真相后 罗莉尝试再次勾引道格 然而明日的道格却发现 罗莉已经暗中叫来了其他特工 道格打晕罗莉 接着便逃了出去 不过呢 当情报局早已在道格身上安装了追踪器 一群人在后头紧追不舍 道格逃进地铁通道 却被检测到携带手枪 眼界两边被堵 道格只好撞碎玻璃逃了出去 一群人在电梯上展开了激烈枪战 最后道格总算是改伤火车 避开了追杀 道格逃走后 负责追杀道格的突顶格 收到了情报局长的命令 局长命令突顶格活捉道格 打算重新给他植入记忆 不过呢 突顶格和罗里早已暗中勾搭上 他故意切断了信号 准备直接干掉道格 道格那边逃到了一间酒店之中 他刚走进酒店 就收到陌生人打来的电话 陌生人告诉他 情报局已经在他的脑中植入了追踪设备 让他用湿毛巾包住额头 干扰设备信号 接着我给他留下一口箱子 还说自己是道格以前的同事 是道格让他将箱子送来这里 说完之后就离开了现场 道格下楼取走箱子后 迅速逃离了酒店 他带着箱子逃到了一座偏僻的工厂里头 箱子里头损放着钞票 护照 全系投影设备 还有道格失忆前的录像 道格从录像中得知了自己被清洗记忆前的身份 原来他的真名叫做豪瑟 曾经也是火星情报局的间谍 帮着局长干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但是不久前 他遇到了一个让他心动的女人 在女人的感召下 他决定推翻局长的统治 不过呢 局长早已洞察现机 他提前豪瑟一步 洗掉了他的记忆 好在豪瑟对这一切早已做好了安排 他先是指挥道格取出了脑中的追踪器 接着又给道格留下一个证件 让他拿着证件前往火星的希尔顿酒店 此时突顶格也带人追了过来 道格将追踪器留在现场 只身逃去了火星 火星这边局面比较复杂 情报局长控制了火星上的矿产开发 还对工人运动展开了疯狂镇压 民间因此而成立了反抗组织 由于道格掌握了很多情报局的秘密 所以反抗军首领希望能够找到道格 推翻情报局的统治 这也是情报局长所担心的地方 道格那边抵达火星后 便依照豪瑟的指示来到了希尔顿酒店 豪瑟给他留了一张纸条 让他去中级乐园寻找一名叫梅琳娜的女人 很快道格就在中级乐园找到了梅琳娜 他向梅琳娜解释有关失忆的事情 还说是豪瑟让他过来这里 寻找打垮情报局长的方法 然而梅琳娜却不相信道格的话 将他赶了出去 道格回到酒店后 一位陌生的严禁哥却找上了门 严禁哥自称他是瑞克公司的医生 这次过来是为了将道格带出梦境 他告诉道格 从手术失败开始 道格所经历的一切 都是瑞克公司给他植入的记忆 但是瑞克公司却在植入过程中发现 道格患有精神分裂症 最终可能会无法醒来 所以瑞克公司派出了医生打算唤醒道格 为了证实自己所言废虚 医生又从外面叫来了罗莉 在罗莉的劝说下 道格渐渐相信了医生的话 医生从口袋中拿出一粒药丸 还说只要道格吞下药丸 他就会回到现实世界 就在道格打算吞下药丸之时 他却发现医生头上滴下了汗珠 道格意识到 这可能是个骗局 一枪打爆了医生 旁边的罗莉间骗局败露 叫来外面的特工将道格打晕了过去 一行人拖着道格 打算将他带去情报局 不料刚到电梯口 就遭到梅琳娜阻击 其实道格也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他干掉了不怀好意的罗莉 接着便和梅琳娜逃到了中级乐园 在酒吧朋友的掩护下 道格和梅琳娜逃到了地下通道之中 这个地下通道正是反抗组织所在地 道格在那里见到了反抗军头领 反抗军头领是一个寄宿在他人身上的灵童 拥有心灵感应的能力 就在首领对道格进行心灵感应的时候 情报局那边的人马却攻了过来 整个反抗组织最终被消灭殆尽 头领临死前告知了道格 他在道格心中看到的火星控制中枢 还叮嘱他想要解放火星就得启动控制中枢 地下组织被消灭后 道格和梅琳娜被带回了情报局 然而情报局长却带来了新的剧情反转 原来所有的这一切都是 好色和情报局长策划好的阴谋 因为他们一直无法打入反抗军内部 所以最后才想出这个通过失忆 来打入敌军内部的点子 情报局这边正是通过道格 才找到了反抗军藏身的地下通道 而道格一路上接收到的所有指引 都是好色和情报局长早已安排好的 道格自然是不愿相信局长的话 然而局长却放出了好色的视频 道格这才知道 原来自己一直都在别人设计的圈套这种 现在道格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 局长打算给道格植入记忆 让他变回好色 不料手术进行到一半 道格却挣脱了控制 他干翻了周围的技术人员 带着卡琳娜来到了火星控制中枢 情报局那边发现两人逃进了控制中枢 也早早的在路上设下了埋伏 不过呢 道格却利用全系统影装置 成功骗过了埋伏的士兵 一番激烈的枪战之后 道格总算是成功抵达了控制台 此时情报局长也赶了过来 就在他打算干掉道格之时 卡琳娜再次赶到 救下了道格 叶叶一息的局长启动了炸弹 这也引发了强大的气流 道格在强风拉舌之下 启动了控制台 火星上因此爆发了强烈的震动 道格和凯琳娜被冲进火星矿坑 眼看就要辐射至死 不过呢 随着控制中枢的启动 火星上很快就生成了类似地球的大气层 到此为止 火星终于是获得了解放 道格和凯琳娜也成功活了下来 不过呢 影片最后却借道格之口 问出了一个同样让观众困惑的问题 这次惊险万分的火星之旅 究竟是真的 还是瑞克公司所移植的记忆呢 从影片中的多次暗示来看 心情倾向于这次冒险是记忆移植的结果 首先是瑞克在冒险中扮演的角色 正好是他在瑞克公司选择的火星间谍身份 其次导演还通过一个变焦镜头 暗示了道格进入移植记忆的过程 影片中段 导演可能顾虑到观众忘了记忆移植的故事 故意设置了一个医生的角色 让大家想起来 还有记忆移植这档事 不过呢 导演却有意模糊了记忆与现实的界限 将医生的造访 也缝和进了故事之中 这样设置的结果就是 解释权和选择权被归属于观众自己 那么大家觉得这次旅程究竟是记忆还是现实呢 大家可以把自己的答案打在公屏上 这部1990年的全面回忆 改编自弗利普迪克的原著小说 记忆公司 影片基本沿用了小说中关于记忆移植的设定 不过呢 火星旅行的这部分却属于影片的原创内容 其精彩部分比起原著可以说是毫不逊色 2012年呢 这部影片又出了一部翻拍版 翻拍版在情节上对原版做出了一些感动 而且在事效上有了更强的科幻感 那么问题来了 大家对翻拍版是否感兴趣呢 欢迎大家积极留言 你的评论将是星星是否解说翻拍版的重要因素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是爱你的星星 要是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给你植入有关星星的记忆哦